我們董嘉欣同學給一個掌聲 好 去耶 大家好 歡迎大家到花語人石教室來 我是董嘉欣 很高興今天為大家介紹 恆湖最古老 最特殊的花語所山島 花語屬於藤湖群島的一座島嶼 但島嶼的大地構造 卻與其他島嶼完全不同 恆湖群島除了花語之外 都是由玄武爺中組成 花語是由岸山岩及溫爺中組成 玄武爺火山島活動的時間在 1740到820萬年間 花語火山島活動的時間在 9500萬年到5500萬年間 好 停 有沒有找到答案啊 蛤 你們其中裡面 那個你們的事情 咱裡面就已經有一個答案 對不對啊 好 好 繼續 有成地球地殼和三大岩類 火層岩 變質岩 層積岩 在花語處處可見 也是藤湖群島中三種岩類同時存在的島嶼 現在就請同我一一的來認識他們吧 好 請轉過去 對 還來那個 好 請大家面向 慢慢講 第二是花語的火層岩 花語的火層岩 花語的火層岩 要喝回 鞍山岩 及流氓岩兩類 花語以斑狀鞍山岩及它的火山碎屑岩加倍形成的 以灰質岩山岩及角力岩山岩為乳 翻狀岩山岩是構成花語稿的乳岩 因岩石表面霧滿於米粒般大小的鞋長石斑金 所以若被俗稱麥飯石 後期的火山活動 若生成了以眼脈結構出現的石英岩山岩 以低溫氾植柱用下的玉蓮石化鞍山岩 石英鞍山岩表面顆粒較細小 不容易看見 玉蓮石的石碳分為兩種 一為成紅綠色的 二為含紅胖叫做的紅蓮石 常以麥狀或紅狀包裹鞍山岩 好,講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那就是花椅 我們看這邊 我們上次在那個 壁子館的時候都介紹 彭埔全部都是屬於什麼 玉武岩,對不對 除了花椅,只有花椅不一樣 他剛剛有介紹,花椅就叫什麼 有沒有知道 講一次 安山岩 對,班狀的 安山岩 安山岩 知道好 接下來請大家面向我 劉文也與花崗岩火山有年性質相同 但劉文岩是能出地表後 慢慢冷卻形成的岩石 花崗岩是在地表上慢慢冷卻形成的 所以早期的進展 都認為花椅是台灣唯一的花崗岩島嶼 花椅柔紋 花椅柔紋岩質的岩石 主要底 主要有明顯的紋構造的柔紋岩 呂岩石表面固滿石膩 顆粒的石膩斑岩為主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花椅的變質岩 花椅的變質岩 主要是在6500萬年到6000萬年前 顏色骨片受到攝氏250-300度的熱液作用 侵蝕鞍山眼產生的綠泥眼淚為主 鞍山眼及劉紋眼接觸的部分 也會形成細化鞍山眼 早期骨末的眼石也因低溫熱液作用 也形成了繁岩及劉紋片岩 最後要介紹的是花椅的沉積岩 請大家立下躲 花椅的沉積岩主要是火山熔 鹽分出的碎屑物 經過沉積作用 壓石部結構形成的岩石 主要的結構有 平行的沉穩 及少部分的水流孤痕 鞍石的鞠塵與藥以沙鹽為乳 少部分為粉沙鹽過泥鹽 在沉積岩分布的區域 也常見鐵只石英山岩與和鐵放碎線的出現 我們的岩石造勢幾乎包含了所有花椅島上常見的岩石 認識了這些岩石之後 再進行連外分散活動 你就可以認識很多從不見不到的岩石唷 我的介紹到這裡 請大家慢慢地觀賞 並給我們提教 謝謝大家 謝謝